佳安浩克艺术村吉野艺文馆在光辉的10月里 推出了逍遥意境西画连展有多达90幅的精美画作 内容相当丰富精彩 涵盖了镜物花卉以及风景还有人物宠物等等 而参展的作者都是刚学习作画不久的素人 不过每幅画都栩栩如生相当具有水准 战期从即日起到10月29号为止 也欢迎相亲朋友们前往观赏 吉野浩克艺术村吉野艺文馆在光辉10月里 推出了逍遥意境西画连展 6号下午举行了开幕式 而展出了90幅精美的画作涵盖了镜物花卉 风景人物宠物等等 微妙微俏的画作都是出自自学 作画不久的素人 参展作者都是在慈激大学社会教育推广处学习会画 年龄最小的只有国小五年级 年龄最大的则是七十几岁 大家都是因为爱好艺术相聚学习作画 时隔两年呢我们这一次展览 不管是作品数量还有参展人数都有提升 另外呢最主要的是我们的作品品质 也提升很多 那我原本之前我都是办师生展的 但是这一次呢我有点心虚 因为我发现很多参展人他们的作品都超过我了 这一次呢就是有很多比较大幅脸的作品 有出来的 其实我真的非常乐见这样子的现象 我觉得在意识这条道路上 我真的很喜欢有一群 这样跟我秩序相同的人能够结伴同行 然后互相鼓励 可以互相交流 那我们人生的后半场 就会越来越快乐 可以把我们的素描零基础 然后完全没有美术概念的学生 那一步一步的教导 然后让我可以逐渐的可以完成一副作品 那老师不单很鼓励学生 他也很劳力为我们争取那个展出的机会 那能够展出作品 就是给予我莫大的肯定 吉安厢长刘淑珍表示 吉安浩克艺术村六年来所推出的展览 都深获民众的好评 更丰富了乡亲的艺文事业以及心灵 精彩的光辉十月 在浩克艺术村带来的是 慈基大学教育推广处 我们马亚丽老师的师生连展 里面有44位的参展人 以及90副非常生活化的画作 其中也带来了很多的创意跟不同的画作的一个累积 再一次谢谢我们慈基大学马亚丽老师为我们开启 从国小五年级到70几岁的参展人的画作 我相信浩克艺术村属于大家的一个艺文分享的天地 向遥一进西华连展展棋从即日起到11月29号为止 乡亲朋友们不妨趁着光辉十月期间前往欣赏 记者刘明胜 简安箱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